今天就说民进党好像就要开始征召陈时中要参选台北市长了 据说就连办公室都已经先找好了 而且从今天开始 如果未来没有重大的政策要宣布的话 陈时中就不会固定两点钟主持记者会 对此方言人庄仁祥就说陈时中缺席 是因为卫福部还有其他的业务要处理 没有任何怠慢指挥官的任务 而且其实他到底有没有选举 他们也都没有说出口 我们继续来听听 主观今天指挥官没有来主持的部分 主要就是因为目前疫情稳定的下降 那再加上卫福部尚有其他业务在处理 还有指挥官虽然没有参加记者会 但是指挥官他其实也是如常 在我们指挥中心参加各项的会议 那目前每天中午也是会在记者会前 那主持会议 所以在这个部分并没有任何的 松弛这个指挥官的任务 有关一级开设指挥官的这个指派 是由院长指派 那至于说指挥中心的这个记者会 也没有说一定是由指挥官来主持 所以目前并没有所谓的要 就是指挥官这边 或是有降级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想请问除此之外 指挥官他有没有别的人生规划 比如说选台北市长的规划 谢谢 我指挥中心是代表 发言是代表指挥中心 我没有办法代表指挥官 那这个部分目前在指挥中心的业务里面 都没有提到其他的相关讯息 好就是今天有很多网友都在问说 到底是不是陈时中要华丽转身 去拼选举了呢 媒体人就预估说或许陈时中出现的时间点 不是外界猜测的7月民进党全代会 而是可能会在9月份 至于民众党发言人则表示说 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就是让陈时中尽可攻退可守 所以我觉得疫情这个议题 其实执政党他还是会去抓住去操作 他看似是个防疫的议题 但其实他就是个政治操作的议题 所以民进党他不会轻易的 把这个议题放掉 他还是会让陈时中在里面有角色 对他顺风的时候让他出来 对他逆风的时候把他保护起来 陈时中呢 陈时中他自有节奏 大家可以看最近的民调 蔡英文很高 陈时中也很高 美利岛民调51.5 马力度 陈时中 所以他如果来选台北市那还得了 对不对 都已经够败数了 三咖都他够败数 那还用选吗 所以这个氛围就出来了 那当这种氛围出来的话 陈时中当然就要准备要华丽出场 他现在只是在想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他不一定企业 民进党的党境是9A 他反正户籍在台北市 他差别不太大 对不对 928是他党境 对 对 所以大家都把它卡在说 7月17他一定要出来 也未必 那我觉得说他越在这边 就是扭扭捏捏捏的时候 会让人家不耐 那我觉得陈时中 他自己内心也底定了 最主要就是 蔡总统逐一女就是你 好 继续来掌握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人选 传出最近就会敲定 否定的就是陈时中 而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在脸书上更是直接发文 说根据自己最新的独家报道 说阿丁确定是要代表 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了 但是我们想问的是 周玉寇到底从何而来的消息呢 或是谁放消息给周玉寇 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才有办法厘清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 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 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好